哦,你终于来了 我等了好久了,好无聊的 靠近点呀,不是说要审查我吗 局长大人 好亮 不用不用,这可都是专门设计过的 为的就是为受我们这些坏人 当时你局长,看起来很没经验的样子 第一次审查别人吧 你知道要做什么吗 好温柔呢,局长 这可是经典的怀柔话术 看来你掌握得不错 来进入正题吧,局长 你要问些什么呢 想知道我在辛迪家的光辉事迹吗 治安局那有超不极厚的资料 都是关于我的 拿出来看看呀 好温柔的资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发现啦?我确实不是天生的禁闭者 这个转变是个漫长的过程 接下来你就要问我什么时候转变 都发生了什么,有谁参与,对吧? 这样的问话,你的前任们已经重复无数次了 局长,你搜集了那么多资料 为什么不自己猜猜看呢? 该怎么说呢? 我没读过书,不太清楚人体实验是什么意思啊 你从哪儿拿到这个东西的,太厉害了,鼓掌鼓掌 你从哪儿拿到这个东西的,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你从哪儿拿到这个东西的,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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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退离结束,要开始温化了吗 那就别浪费时间了,接下来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有什么好吃惊的?你以为把我扔进这种地方,关了禁闭给点甜头 我就会乖乖交代一切吗? 瞧不起谁啊 被扔进来那么多次,我早就看见你们那些把戏了 你们都一样 怕我,讨厌我,因为我犯过事要是个禁闭者 接下来要打我了吗? 混蛋东西,亏我还傻乎乎的救你帮你挡伤 早知道你也是这个德行,当时就应该因狼头撬死你个笨 别别别别人 哎呀 能不能打开 讱 Once be 现在都有的 又不再的 这链跟了 statements 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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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不 不是 胡说什么啊 混蛋 别自作多情了 我才没 等等 你要干嘛 喂 别过来 够了够了 你一大气象 你要不要脸啊 你今天是专门过来恶心我的吗 再说恶心话我就回去了 救命啊 算了 我早就知道你是个怪胎 脑子正常的家伙从一开始就不会跟金碧哲说话 我不需要朋友 那些家伙才不是朋友 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 他们需要一个小机灵鬼来脱罪 而我要活下去 在辛迪家如果没有朋友 像我这样的家伙 只会随随便便死在夜晚的那个角落 我心胸宽广 我心胸宽广 只要我还有用 我就能被当朋友 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朋友 别这么看着我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再怎么蠢 被人卖了数钱后 我也不得不清醒 也没什么不好说的 就是你们一直想知道的 人体实验 那一年 辛迪家来了几个奇怪的研究员 专找无依无靠的人 给一笔钱 带去参加什么什么研究 那些朋友把我骗过去 强行让我参加了这帮人的研究 就为了几个酒钱 我都快忘了 大概就是打打点滴 摸摸电门 好像还每天都得喝些黑乎乎的东西 对 就是死意身上流出来的东西 然后记录反应 我一哭 有几个人就看着我笑 那时候我就决定了 要跟他们钢到底 一滴眼泪也不流 这么咬牙过了好久 有一天 我被切开的地方突然快速复原了 他们说我变成了超人 其实就是禁闭着 不过 也不能说明这实验就是决定因素 毕竟跟我一起参加研究的人 很多都没走出来 肯定还是因为我有超人的意志吧 怎么可能结束 就算这不是他们最想要的能力 那帮混蛋也能找到别的用途 别这么叫他 不然我这种死不了的也是怪物了 也对 那些研究员觉得 怪物之间的碰撞 能进一步强化异能效果 我的无限再生能力 刚好就成了绝佳的沙包 每天对着我用这个用那个 敲一敲碰一碰 看我还能扛多久 恢复有多快 为了延长研究 那帮畜生可是想尽了办法 具体就别问了 你也不适合听那么重口味的东西 你生什么气啊 莫名其妙 这事明明跟你没关系 呸 跟你很熟吗 我还弄不着被你可怜 行了 别跟个老妈子一样担心来担心去的 我可是聪明可爱 坚强机智的美少女 才不过就那么认输呢 这不 用不着一年 我就凭自己超人的智慧 逃离魔爪 而且 这也不全是坏事啊 变成金币之后 我就可以自己保护自己了 再也不用看人眼色做事 在辛迪家 活得潇潇洒洒 我出去还揍了他们一顿呢 可解气了 怎么还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啊 真是的 我再教你一句古话 我的座要名 打不死我的 就会让我更强大 所以嘛 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是辛迪家的耗子 打不死 也关不住 我是自由的 总有一天 连这儿都关不住啊 到时候你可别哭鼻子啊 毕竟 实力摆着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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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不是朋友 只是捡回来的野狗 没有我照着连饭都不会吃 我才是老大 不稀罕 我又不是逃不出去 总有一天 倒是你 还是别见他了 我怕你一刀都挨不住 我问这个干什么 别叫他怪我 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 还是说你要把他也抓起来 像对我这样关禁闭 想都别想 关于他的事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还不如把我当犯人呢 别这么关心我 整得好像 我跟你造成了什么误会 我们不是朋友 也不可能成为朋友 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看看你的手吧 朋友从不束缚对方的自由 可你的存在 就是我们最大的枷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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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